哎呀,大家好,我现在在大连新海广场 新海广场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 是1997年为了纪念香港回归而建的超大规模陆天广场 新海广场于1993年开始动工 大连市政府在新海湾利用建筑垃圾填海造地 建成了总占地面积176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城市广场 我刚想带小白上去玩一会儿 然后这边是有人管的,你看这边 不知道是警察还是保安 然后他有一个很巨大的喇叭 跟我说不能遛狗 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今天大连降温了 很冷 再也没有前几天舒适的气候了 这新海广场就是草坪啊 然后有一些公路从当中穿插进去 像前面小朋友玩滑板骑自行车的地方是汽车不能进的 我往海边去看看嘛 感觉那里比较有意思 看到前面没 但其实别人的狗在草坪上玩啊 嗯,他跟小白是一样的睡姿 都两个脚往后面伸出去的 那边有好多海鸥啊 走过去看看 哇,果然还是海边雨啊 漂亮 面前就新海湾大桥 嗯,有点啊 你看上来 这边的船 他在这里 好了,赶紧 不来 这边的泥 有点啊 看上来 有点啊 感谢观看 我看到有一座小灯塔 过去看看 我到大连快一个月了 今天第一次来这边著名的新海广场 你看顶上有个巨大的多面的探照灯 在大连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钓鱼的人 好了 走回来了 冻得鼻子痛 我带小白往前面走走 看看刚刚看到那个海滩 能不能上去玩 下来了 来小白 到海边去转转 前面又有一只狗 这里还是有好多人带狗上来的 你看人家多乖 并不是很乖 很凶的 好了小白 好吧 当我没说 那个狗很凶的 有人在游泳 这么冷的天 游泳 今天那风刮在脸上的痛 是游泳的人在叫吗 然后那边还有很多还在换衣服的 正准备下水 走吧小白 我们走回去吧 今天开始的进入12月份了 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冬天了 这两天我再把大连几个著名的地方逛逛 就该走了 目前还是室内的场馆 它都不开放的 所以只能逛逛室外的 好了 回去了 拜拜